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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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一些铁等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不是老百姓装家地里出产的 也不是老百姓简单家庭手工业可以加工制造出来 这些东西往往需要到出产地去采买 或者是通过比较复杂的 比较更高级的劳动才能加工出来 所以这部分欠额被人中给免去之后 等于老百姓又免去了一道加工制作和采买的负担 所以免去老百姓的欠额 这个对老百姓是有实际好处的 所以这一条深得人心这是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是人中下令停止了绝大部分 永乐时期的采买采办活动 由于朝廷需要各种消费品 所以朝廷在很长时间内需要比如说瓷器 七一器包括一些高级的纺织品 瓷器是南方的一些警博镇这些地方烧造出来的 纺织品比如断皮 柱丝 沙螺这些高级纺织品 是南方一些手工业基地纺织出来的 那么这些东西每一年老百姓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制作这些东西 所以这批东西本身也是当时社会相当重的一个负担 那么人中把这一部分也免了 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是解除很大的负担 而且人中还特别规定 今后如果有哪个官员擅自传令 没有经过这个朝廷允许擅自团令 这个老百姓再去采办买办这些东西的话 那是要严格治罪的 这条也是很厉害 因为各位知道永乐时期 这个上次我们讲过 迎接北京还有许多活动 大量的采买活动 对这个民间骚扰特别大 所以人中这一条等于说用造书可以说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 不许官员再借其他的名义骚扰百姓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 降低一部分负税的征收标准 这个也非常重要 比如造书规定 天下的课税 一律按照永乐二十年以前的标准来征收 因为永乐二十年以后的标准 是国家这个发了不少保钞 结果保钞贬值了 这个商民和一般老百姓是很 这个等于说这个受到很大损失的 所以人中上台之后 规定新增加这部分免去 一律按照以前没增加那个旧的标准来征收 这个对老百姓也是非常有利的 还有一些具体措施 比如说养马 永乐时期规定是养马的家庭 母马每年要生一个马菌 生不出来怎么办 这个老百姓因为赔补的一个价钱相当贵 老百姓赔不起 卖妻卖女卖孩子 这个钱来赔这个马菌 这个势力很多的 所以老百姓的负担非常重 就养马本身就是一个弊端 那么人中上台之后 照处理这个明确规定 以后取消每年一匹马菌这个标准 每两年产一个马菌就可以 而且以前老百姓为了这个赔补马菌 这个卖儿卖女 这个卖老婆这些人 政府出钱把这个孩子老婆赎回来 人中干了这个事 所以这个对老百姓来说也是非常有利 非常受欢迎的这么一个措施 第四点就是我在开头讲的 人中下令取消郑和夏西洋的活动 派去采买为了夏西洋 采办买办这个高级奢侈品的人一律回来 已经买的这些奢侈品交到当地的光库 所有的活动都停止 包括这个一些工程人员 这个修造船的一些人员一律回来 而且下令以后就再也不出去了 无论是减免赴税还是停下西洋 这都是关系着国际民生的大事 然而人中周高赤在刚刚登基 皇帝的宝座还没有误着的情况下 就迅速地下了这个诏书 彻底改变了父皇朱棣生前的做法 我们都知道在当太子期间 朱高赤受到了父皇无尽的裁忌和打压 可以说是受够了窝囊器 那么他的这份诏书 难道是出于报复的心理吗 而通过对这份诏书的分析 我们究竟能看出什么问题来呢 至少反映了这么三点 第一点 人中计位诏书 针对的是永乐时期那些弊端 很有针对性 那么这些弊端 他的背后其实是看出来 这个人中现在就继位之后 这些大臣们 其实在永乐朱棣在世的时候 这些人就跟朱棣矛盾很大 在治国问题上 在这个对老百姓的政策上 这两批人的矛盾很大 所以永乐皇帝一死 人中上台 其实这些大臣是把他们 跟永乐皇帝的矛盾 借着人中的诏书反映出来了 有这么个情况 另外一点 大家也看出来 就是我以前讲过的 人中作为这个朱棣的儿子 作为永乐皇帝继承人 其实他跟永乐皇帝本人 也矛盾非常大 所以在这些诏书里边 人中其实是把他 跟永乐皇帝的矛盾 在诏书里其实也反映出来了 因为按照一般的惯例 这个新皇帝继位之后 对老皇帝以前的弊端 一般来说 说的是留有余地的 不全说 只讲一部分 甚至有一些是避重就轻 轻描淡写 而在另一些场合 在一些小范围内 逐渐的改这个 或者说是牛转老皇帝 一些弊端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明朝呢 所有的皇帝 就说新皇帝继位诏书 如果大家对比的话 可以看出来 至少有两位皇帝的继位诏书 是对先帝 或者是对老皇帝 这个弊端错误 改的最多 写的也最多 这个改正力度最大的 其中一个呢 是嘉靖皇帝继位的时候 他的继位诏书 因为嘉靖皇帝的前任 是明武宗 诸后诏 嘉靖皇帝是谁呢 是世宗 诸后冲 这两个人不是父子关系 因为武宗没有儿子嘛 世宗是以藩王的身份 入籍大统 继位 所以他跟武宗不是父子关系 这样一来 他没有什么顾忌 对先帝的错误啊 这个有什么遮掩的地方 没有 所以世宗皇帝的这个继位诏书 应该说在明朝就是 继位诏书里面 是对前面的这个弊端啊 这个弊政啊 这个改正最多 暴露最多的这么一份诏书 但仁宗和太宗 就是说那朱高赤和朱蒂 那毕竟是父子 按理说是应该留点面子 但是各位看 这个仁宗族高赤的继位诏书 其实是对这个永乐皇帝 他的这个弊端 反应的最多 暴露的也最多 而且扭转力度也很大 这么一个诏书 所以看出来 这两个人矛盾很大 第二点 这个仁宗皇帝诏书里 他对永乐时期的各种负担 各种弊端 写的这个比较到位 比较具体 许多问题写的是非常非常详细的 而且他做的一些规定 可操作性非常强 比如说他讲到许多东西 什么负担 减多少 从什么时候开始减 这个都做的非常具体 所以可见这个仁宗造书里边 寄的这些东西 其实仁宗那些大臣们 早就对这些事情一行而出 所以在仁宗一纪位 这些人写的就非常到位 非常具体 而且从中也看出来 永乐时期对这个许多奢侈品的征收 包括对一些赋税的征收 负担是非常重 给老百姓造成的弊端非常大 第三点 这个仁宗的造书是以仁宗个人名义发布的 就是说是皇帝发布的造书 但这个造书谁写的呢 肯定不是仁宗自己写的 他自己也不可能写 对吧 谁写的呢 是他手下的大笔杆子 叫杨世奇写的 而且这个造书现在还收在杨世奇个人的文集里 那么可见这个造书本身是臣下替这个皇帝写的 而且造书里边的很多内容 是不是完全仁宗个人的意思呢 也不诠释 杨世奇起草的这些内容 其实主要的东西是夏元基这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大臣 对这个永乐时期的避证 有很深的认识 有特别具体的了解 是这些人提供给这个杨世奇 或者说提供给仁宗 杨世奇根据这些东西汇总一下写成了一照书 以仁宗个人名义发布出来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里边的书明呢 尽管仁宗以个人名义发布了一个造书 但是这份造书里规定东西 或者说它代表的是整个明朝上层官僚师大夫的意愿 或者说当时很大程度上 也是代表了一些老百姓 整个国家的一些利益 所以可见尽管是专制时代 这个皇帝的造书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的是他下面这些师大夫 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所以可见专制时代的皇帝 在这个国家大政的问题上 并不是什么事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 专制时代不是这个概念 权力是皇帝最大 但并不等于所有的事都是皇帝说了算 人宗朱高赤在登基之后 停止下西洋是他首先要办的一件事 我们知道朱棣派正和下西洋 既弘扬了大明皇朝的国威军委 还能带来各地的奇珍异宝 供大明皇室把蓝消费 那么到了人宗皇帝主政的时候 为什么要改变 难道一个地大物博的泱泱帝国 连下西洋这样的活动都搞不起了吗 人宗停下西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各位知不知道 每次下西洋之前 这个船队出发之前 国家要做非常充分的准备 要准备大量的钱财 到各地去购买许多高级奢侈品 比如说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购买一些特产 派宦官去 然后让南方一些手工业基地 比如说这个景德镇 烧制大批的高级瓷器 让苏州一带的这个手工业生产基地 纺织大量的这个奢侈品 特别是这个像物丝啊 沙罗呀 这个这些就是高级的纺织品嘛 制作这些东西 然后再从民间这个采买 或者说白拿一些这个特产 这些东西集中到这个郑和的船队里边 到国外去进行这个国际贸易 有些就是白送 所以每次下西洋之前 他是做这个准备的 然后下西洋回来的时候 是郑和的船队满载着这个沿途 做的这个国际贸易 这个换来的东西 和海外的这个贵族啊 国王啊 给明朝上贡的一些 或者交换的一些这个 包括真心仪寿珠宝等等 把这些东西传再回来 所以每次下西洋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下西洋究竟赔的多还是赚的多 这个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由于没有比较确切统计 而且现在实物大体上也不存在 所以没有办法知道 或者说现在人们争论比较大的 就是没有人能够确切的说 每次郑和下西洋 到底是赔的多还是赚的多 有人主张肯定赚的多 理由呢 就是说如果每次下西洋都赔的稀里哗啦 对吧 那永乐皇帝也不是傻子 对吧 不可能说一次赔再次赔赔赔 最后赔到底 这个不可能的 所以这些人主张还是赚的多 但另一些人主张还是赔的多 所以为什么赔呢 他们讲的很具体 就是刚才我讲过 下西洋之前 这个国家是通过很多渠道 弄一些特产 制作一些高级奢侈品 再从民间收集一些东西 运到国外去 而且到国外的时候 除了明朝大量的赏赐当地的一些贵族和国王之外 对有些商人或者对国外的一些经商的这些集团 明朝其实采取这个奉送的方式 而且有些就是低价出售 其实在这里边 明朝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对国外的这一些国王啊贵族啊 大把的撒钱给好东西 来买来呢 这些人尊重明朝作为老大的地位 其实就是拿钱 拿好东西 买到了明朝需要的尊严 需要的面子 是这么的情况 然后呢 每次郑和家乡回来的时候 国外的好多贵族 包括一些商人 是搭乘郑和船队到中国来 到明朝来 跟明朝做买卖 怎么做买卖呢 他们卖给中国的东西 当时中国明朝是高价收购 然后他们需要的东西 明朝基本上是对他们低价出售 这一来一往 明朝又搭进去不少 所以有人主张 这个从这个情况来看 郑和夏西洋还是赔地多 但是为什么一次一次还进行 就是因为明朝本身是希望在东南亚 或者说在这个郑和夏西洋这个沿途 树立自己的国威 树立这个明朝老大的这个地位 所以明朝不惜用大量的这个财宝 特产去等于说是买到明朝需要的这个面子 而且呢 这个即使是到中国来那些贵族商人 明朝对他们其实也是这个政策 这个等于说是外交或者说政治 高于这个贸易 是这么一个政策 所以越赔越多 但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人中停止夏西洋 是不是完全因为这个原因 恐怕不完全是 那么人中为什么在这个背景下 要停止夏西洋 我个人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 不管夏西洋赔和赚 吃亏的是老百姓 占便宜是朝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各位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夏西洋之前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对吧 这个朝廷从这个老百姓手里买到一批东西 或者是搜刮了一批东西 这个运到国外去 那么回来之后呢 正和夏乡运回来一些金银财宝 包括这个长坡鹿啊 这个鸵鸟啊 鲍啊 狮子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只能归宫廷享用 而不可能把它卖到市场 卖出钱来 投放到社会 回馈给老百姓 这个不可能 不管珠宝也好 长坡鹿也好 没有办法投到市场换成钱 用钱再买到那些军需品 买到那些这个建筑材料 来供应北征 供应这个迎建北京活动 根本做不到 所以这样一来 夏西洋次数 不管多少 不管赔赚 政府都没有办法用它来支援 当时的工程消耗 特别是这个军事消耗 像北征打安南 这个政客下乡回来 对他们应该说毫无影响 永乐末年的时候 夏云基讲了一句话 这个人当时是户部上书 主管财政的 讲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 他是讲民力结义 就是说老百姓的负担 已经到了这个顶点 就没有办法再负担这些东西了 一方面是政府征收的东西太多 他们已经都被政府拿走了 另一方面就是说 他们的劳动能力 也已经达到了极点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对吧 不管下西洋赔赚 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好处 对吧 国家进行的消耗非常大那些活动 也不能从正和下西洋的 这个赔赚里边得到补充 所以正和下西洋 不管干多少次 不管赔赚 对这些东西没有用的 而且很难维持下去 所以人总只能停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维修船对代价相当大 因为各位知道200艘左右的船队出去 这个就不用说了 刚才我都讲了 对吧 这个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那么每次正和船队回来 航海走这么一大圈 对吧 那个船队是要损失很大的 所以每次回来的时候 这个朝廷往往 这个从全国各地 抽集好多 维修这支舰队的物资 包括特殊的木材 防水的涂料 比如说生漆 铜油等等 然后再征集好多 这个修船的各个工种的工匠 集中到沿海的这个 等于说维修点 或者说这个港口 来维修这支庞大的船队 每次都是这样 国家负担越来越重 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一点 综合国力消耗太大 这有人可能会问 说永乐时期号称明朝盛世 为什么永乐时期号称盛世 这个人中上台就要停止下西洋呢 这里边我要对这个盛世的概念 稍微说一下 所谓盛世 仅仅指的是这个国家 在一定时期内 这个人力物力财力 相对充足一些 它对某些项目的投入 对吧 相对多一些 才使得这个项目呢 最后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效果 但是呢 时间长了 国家没有摇钱束网 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 都向这个项目投入 或者说总是投入 源源不断的投入 那个不可能的 所以每一个盛世 仅仅能维持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一过 那些物资消耗差不多了 国家就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在接着往下投入了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 像北征 像营建北京 那也包括营建天润山陵墓 就是这个长林 这么大的工程 同时并举 国家再强大 综合国力再强 也经不起这么折腾 对吧 俗话说得好 好虎不敌群狼 所以这些活动同时并举 使得整个明朝的综合国力 红武时期 遗留下来综合国力 到这个朱棣晚年的时候 已经折腾差不多了 家底几乎空了 国家处于超负荷状态 那么人中上台 还有什么东西够他折腾吗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根本折腾不起 所以仁宗只好停止 下西洋是其中的一项 也包括北征 仁宗也下令停止 正和下西洋 给大明王朝带来的 众多不利结果中 其中有一个 显得既特殊又搞笑 而这个搞笑的结果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给朝廷中大大小小的官员们 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和不安 令大家苦不堪言 那么这究竟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不利结果呢 仁宗停止下西洋 还有个非常特殊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文武官员 坚决反对这件事情 为什么反对呢 因为下西洋 带来好多香料 这些香料 被作为文武百官的工资 发下来的 文武百官呢 反对的就是呢 拿香料当工资 这个情况这样 这些香料 当然主要是胡椒和苏木 产在东南亚一带 当时在永乐初年的时候 那个香料还是很值钱的 据说明朝的价格 香料的价格是外国的20倍 当然这是官价了 不一定值那么多钱 但是明朝定的很高 当时是 朝廷拿这个香料 作为一种高低奢侈品 赏给贵族 赏给一些高官的 后来下西洋呢 贩运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又多到什么程度呢 应该是超过一千万斤 甚至几千万斤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仁宗上台之后 有一次他下令 从南京一个仓库里 往北京调运这个香料 一次就调运几百万斤 那么可见这个规模非常大 开始的时候香料并不多 郑河下西洋刚贩运回来 那个时候物以稀为贵 但是后来六次下西洋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就堆放在库里了 原来是物以稀为贵 现在呢市场价格贬值 物以多为贱 卖不出去了 有人就出了个说主意 还说这些东西卖不出去吗 怎么办呢 你就拿工资 给这个文武官员发下去 这些香料胡椒树木 发到很多官员手里 这个对官员来说 其实是把国家的危机 或者说政府的财政危机 转嫁给这个官员了 上百斤香料 几十斤香料 卖吧卖不出去 对吧不值钱 你不卖吧 做饭 或者说一般的家里边 肯定用不了那些香料 这还是次要的 要命的什么呢 要命的很多官员 干了几十年十几年 给国家效力 这个十几年几十年 发回来的就这些香料 你不要说这个养家呀 虎口自己吃饱都成问题 所以这些官员强烈反对 这个正和下西洋 因为香料是正和下西洋 饭运回来 所以这些人强烈反对 那么政府不得不考虑 他们的建议 人中这个停止下西洋 其实很重要原因是在这 顺便说一下 成化七年以后 就是香料发完了 而且下西洋 饭运回来的这些珠宝 大概也被皇帝皇后后妃 这个宦官这些人 恢复差不多了 于是有的宦官 就跟这个成化皇帝 朱建森就说 说陛下 你看现在我们这些东西 也都见底了 对吧 这个金银珠宝也没有了 说当年这些东西 都是这个太宗皇帝 这个让正和下西洋 饭运回来的 说皇帝 你是不是再让人 再下一次西洋 对吧 咱们再弄他一些金银财宝 咱们还得花钱 还得用 朱建森一听 那个人也有点财迷的心理 所以他就找到大臣 说你看看 怎么能想办法再下一次西洋 这个事当时归于兵部 兵部就找了一个主管的官员 这个人叫刘大夏 是兵部车架司一个郎中 就把这个情况跟刘大夏说 结果没想到刘大夏怎么做的 刘大夏把航海的这些东西 据有人说是销毁了 还有人说它给藏起来了 然后他当着很多人的面 说了这么一番话 就说正和下西洋 耗费了多少钱粮都说 死了几万军民 就算是把一些财宝拿回来 都国家什么用也没有 而且他说这个东西 当时就是永乐朝的一个 很重要严重的一个弊端 说如果有良心的大臣 就应该反对这件事 虽然有航海材料在 对吧 有这些航海图这些东西在 也应该毁掉 应该坚决停止它 不应该再让它继续了 刘大夏是这么说的 这个有人就指责刘大夏 后来有人指责 说他是阻碍正和下 继续下西洋的罪魁祸首 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说如果他要是不把航海图藏起来 或者毁掉 让正和继续下西洋 可能中国就比戈伦布 麦泽伦都早的环游世界 甚至发现新大陆 是一个荣誉 中华民族就得了 这个话说的有一点 怎么说呢 站着说话不腰疼 他没有看到正和下西洋 背后的代价 也没有看到正和下西洋 本身跟永乐时期 很多事情的关系 这个人众为什么停止 他没有看到这一点 当然正和下西洋 本身对这个航海事业有什么影响 对吧 对中国明朝在东南亚的地位的稳固 有什么大的意义 这个立马是 通过对仁宗祭位诏书的分析 我们能够看出 诏书中的很多内容 那都出自群臣的意见 这与永乐皇帝朱棣 常常独断专行的做派 有着天壤之别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 仁宗就是一个耳朵根子软 缺乏主见的皇帝呢 俗话说 一朝天子一朝臣 朱高赤继位之后 对那些曾经帮助 或者暗算过他的人 他又是如何对待的呢 他当了皇帝之后 对以前对他有恩那些人 提拔的提拔 赏钱的赏钱 包括已经死去的一些人 他也让他们的后代来 有的是给挣了一些官位 有的是政府逐渐养起来 反正对这些人进行报答 然后对他当年不好的一些人 他也逐渐逐渐想办法报复 但是报复本身还算是比较 有礼有节 就不是那么太露骨太直接 有这么几件事 比如说前面我们讲过 就仁宗在南京监国的时候 朱棣不放心 派一个叫胡莹的人 去调查他 暗中调查他 这个事当然仁宗当时就知道 那么仁宗上台之后 对胡莹很冷淡 因为觉得当年 你是我父亲叫来调查我 想整我的人 那我对你不能有什么好 就把胡莹实际上是发配到南京 当了南京国子监的记究 相当于国家第二大学的校长 胡莹没说什么 这个人知道的情况 他什么也没说 过了不久 仁宗在宫中的咒书里发现 当年胡莹调查的时候 没有说他任何坏话 反而写了太子 就是仁宗当年在南京的期间善事 等于向朱棣汇报的都是好事 所以才打消了朱棣对太子的怀疑 这个仁宗拿到这个咒书之后 非常感慨 他觉得原来这些人暗中保护我 马上下令胡莹从南京调混 任命为礼部上书 六个部长之一 又赏给一套高级住宅 又给一拨仆人 这个待遇非常高 好在胡莹这个人为人低调 那毕竟受过特务训练 没有什么其他表示 所以这个人地位很稳固 同时还有一件事 当年仁宗在当太子的时候 他从南京到北京这个途中 他是有二十个厨子 就专门给他做饭的这个摧水源 跟着他一路给他做饭 这个应该说太子享受这个待遇 是没有问题的 结果到了北京之后 有一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朱棣这个老皇帝 在宫中披了个条子 跟外人讲 说这二十人怎么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啊 对吧 都给我抓起来 披了这么条子 从此以后 仁宗就没有专门给他做饭的厨子了 没有专门摧水源了 而且呢 仁宗除了这个宫中供给他三顿饭之外 这个一个菜叶 一杯茶都不给 而且光禄寺就管这个事的 这个部门传出话 说这个都是奉了老皇帝的命令 仁宗也不敢问 说当年我在南京当太子 应该说这个一碗茶 这个一个菜叶给我 问题不大 说怎么老皇帝居然下这么个命令 这点东西都不给我 不敢问 这事就过去了 然后等仁宗上台之后 老皇帝死了 他就为了 他也是翻看这个宫中的咒章 才发现 有个叫景权的人 是光禄寺清 相当于国家皇家火事委员会主任 是这个人向皇帝这个 诬告 说这带来二十个人 结果皇帝一发怒 把这二十人扣起来了 然后呢 朱棣根本没有下令 说这个对太子要非常严格 这个一碗茶 这个一个菜叶都不给 根本没有这事 所以这个仁宗就特别生气 把景权叫来了 把咒书拿了给他看 说这是你写的吧 你当年诬陷我 对你我不能客气 但是仁宗这个人还算念旧 他觉得景权这个人呢 不管怎么厉害 伺候他的父亲很多年 所以就把他削之为民 没对他进行更多的处分 就过去了 有这么一件事 所以可见仁宗这个人 现在等于说当了皇帝了 权力大了 他什么都说了算 对他有恩 这个有仇的 他都给予 不管是报复也好 报答也好 但做的还是比较有分寸 但是呢 他毕竟权力很大 而且毕竟没有受什么限制 所以他对很多人 是可以肆无忌惮地 使用这个权力的 另外一件事 可以看出这个人 报复心还是很强的 有个人叫孟英 这个人谁呢 是当时已经被封为宝定侯 是北征和党安南的一个参将 这个孟英的哥哥叫孟贤 各位可能还记得 这个前几次我们讲过 是在朱棣北征期间和仁宗到北京的时候 这个孟贤其实是赵王 就是仁宗当太子 他这个三弟最小弟的是赵王护卫的一个军官 这个人伙同一伙人 发动了一次政变 当然政变很快就会扑灭了 而且这个军官也就被杀了 孟贤就被杀了 当时这个孟英已经是宝定侯了 就朱棣手下一个大将 是北征和这个达安南的将领 朱棣对他没做任何处分 没有朱连到他 但是仁宗一上台 马上下令 这个孟英 绝位消掉 而且不光是植物免去 当一般老百姓 还把它发配到很远的云南一带 偏远地区发配到那去了 所以这件事情来看 这个仁宗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他也是有点牙志必报 因为当年他受了那么多窝囊气 对吧 心里非常郁闷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现在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 那对我有恩的人我要报答 对吧 对我有仇的人我要报复 所以他基本上报恩报仇都做了 而且他这种 以前受很大压抑 对吧 现在这个一旦有了权 追求祥乐 该报恩该报仇 让自己的这个情绪 让自己的爱政尽情发挥 对身体非常不利 红西元年的五月 也就是1425年五月份 仁宗突然病死在青安殿 就是现在故宫北边 接近十五门那个青安殿 他死在那里 死在那里本身 因为那个地方 现在看可能有人去过故宫的青安殿 是一个道教场所 这个仁宗在里边干什么 怎么死的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只有传言 大概有这么三种传言 一种传言说呢 说仁宗是被雷劈死 说当场 这个当时天下雨打雷 突然有一道闪电 把仁宗劈死 还有人说呢 有一个记载 说这个仁宗底下的这个妃子 互相争风吃醋 一个妃子给另一个妃子酒里下了毒 邀请这个妃子喝 结果仁宗呢 在场袭了糊涂 把他们要这个毒酒喝下去 喝完就死了 还有人讲 就是第三个说法 说仁宗终于过度 病死了 不管怎么地 仁宗的死都跟他终于有关 各位想一想 这个人从二十几岁当太子 继位的时候已经四十六七岁了 二十多年 或者说将近二十年的太子生涯 他受的窝囊气相当多 心里边这个郁闷情况可以知道 所以身体其实受了很大的打击 那时候身体很不好 再加仁宗本身肥胖 据说可能还有哮喘 所以身体是很糟糕 那么仁宗这个上台之后 这个老皇帝死了 限制他 迫害他的这个环境一下子没有了 这可能他还有点不适应 而且这个人上台之后呢 这个据朝鲜当时派到这个 明朝的这个外交人员这个观察 所以仁宗在这个朝廷里边 做长夜之饮 喝酒这个没白天没夜 而且经常看戏看到很晚 在里边重情声色 这个祥乐的相当厉害 还让朝鲜大量的进贡这个猎鹰 是打猎用的一种鹰 可以说仁宗本身在他继位前 受那么大的压抑身体不好 继位之后放荡无度 使他身体一下就垮下来了 所以仁宗他是在永乐22年的8月继位的 那么红旗元年的5月就死了 一共才9个月左右 他的一死 当时在乐安的这个汉王朱高旭 马上就知道消息了 朱高旭就准备 当时的这个太子朱专基在哪呢 朱专基没有在北京 朱专基在南京呢 因为仁宗想要把首都在千惠南京去 让朱专基先在南京打前站 做太子打前站 所以这个时候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太子要从南京先回到北京继位 那么在乐安的朱高旭就等着太子回来 你回来我在道上想他截杀你 那么太子能不能顺利回到北京 这个朱高旭的截杀能不能成 并不ром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